好是從這個週末賴清德的中共不是中華民國的祖國論喔 這個立刻在各界燃燒 對沒錯事實上這個國慶晚會大家原本最最注意的就是說可能將會的付出的這個點唱會啦或是大巨蛋第一次舉行啊就沒想到呢 我們賴清德總統拋出一個祖國論之後就沒想到變得是全世界的焦點 好我先跟大家講一下目前為止來說全世界包括這個衛報衛報的這個這個網站上面首頁你看就一個賴清德總統 他說什麼 就意思是說中國目前為止中國大陸不是我們的這個母國 他說我們台灣呢事實上我們的共和國比你們更老 所以那他這個話題呢顯然是引起全世界的這個關注跟全世界的這個報導 好那我們先給大家還原一下那天的這個總統講什麼 那天講就是說我們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愛我們的國家 時時刻刻愛我們的這個這個國家 另外一個他就說過幾天中華民國要過113歲的生日 那鄰居中華人民共和國10月1號剛過75歲的生日 因此他說從年紀來看的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對不可能是台灣人民 這個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反過來中華民國可能是這個中國大陸75歲以上的祖國 所以那他這樣一講的時候其實大家都覺得哇這是過去從來沒有沒有過的一個所謂的權勢 那這樣一講的話大家都非常驚訝那當然大家都說呢他這個說法是從何而來 當然很多人就說因為剛好10月1號之前的這個國慶的時候有非常多藝人有表態嘛把這個這個10月1號說是這個我們的祖國 這樣一個狀況就當時有非常多像吳康仁等等的藝人都這樣說那謝龍介是說他是針對所謂Agera 因為Agera他在10月1號的時候也有拍個影片 這影片裡面來說他用全程用台語發音 台語發音來說他就講到說我的祖國那更是中國人那在這裡祝福祖國這樣一個影片 那他說呢他是針對這個Agera的說法而來 當然我覺得謝龍介這種說法來說的話 未免把賴英德總統的格局看得太小了他不會是因為這樣因為事實上這幾年 不是只有今天不是只有今年這幾年我們可以看到10月1號的時候 每逢10月1號都有非常多台灣的人或是台灣的非常多人士都會祝所謂祖國的萬祖國這個生日快樂 所以他當然我認為說不是為了他而來的一個狀況那當然啦因為他這個祖國論一拋出來的時候大家都非常的這個震驚非常的驚訝 那尤其是小這個小立元欣欣就說了他認為說這是起到所謂的一石二鳥之際 為什麼因為他說過去一段時間這個從來沒有過這樣子的中華民國是祖國的這樣的說法 而且他說他把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並列 那這樣一個狀況是過去都沒有過了一個情形 所以他說他是要超越過去老台獨的所謂的建國論 也就是說主張解構中華民國然後建立中華 主張把中華民國拿掉然後建立台灣共和國這樣一個說法 另外一個又消除了這個賴清德意圖台獨的這樣一個這個效果 那同時之間呢繼承了這個蔡英文的這個基礎又加入自己的權勢 所以他是高度的評價他認為說這是個巧妙的這個安排 另外一個石板明夫也認為說這樣一說來說的話會讓整個習近平呢變成是啞巴吃黃年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來看一下事實上他這個所謂的祖國論一開始有在中國大陸上面微博有傳過喔 當時很多人就是跳腳為什麼他說你看這個中華民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前身 然後這個中華民國呢已經在1949年就滅亡了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等於是說這個1949年中華民國就已經沒有了啦 所以沒有什麼祖國這樣一個言論啦 所以這樣一個狀況很多小粉紅事實上是蠻跳腳的一個狀況 不過呢你現在已經看不到這個狀況了 因為為什麼因為中國很快就把所謂相關微博或是傳到中國網路上的所有賴清德這個祖國論 完全都把它封殺所以現在都看不到 緊接而來的話中國緊接是什麼 更是有當初期為什麼 緊接啊你可以看到說隔一天中國馬上就派出了27架的這個軍機 還有六艘的這個共艦來繞台跟繞台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祖國論顯然是引起了全世界或是說兩岸之間的一個新的這個波濤的一個狀況 好那我們就講事實上除了這個兩岸之間的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還有另外一件事也是引起大家非常重視的就是我們蔡英文總統呢 準備在這個月中呢要去捷克訪問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因為事實上原本的蔡英文是預計要在今年的八月多就要去了 那是因為中間呢有非常多的這個歐洲的都有一些選舉都有一些大選的這個關係 所以就把它延到這個10月來的一個狀況 那延到10月來的話他第一他聽說呢會去捷克 然後捷克的時候會去跟資深的這個捷克的議員 還有歐洲的政治人物去會面那當然除了這個但是呢他獲得了這個禮遇來說的話是一個超高規格的這個禮遇 他預計呢會去歐洲非常多國家目前為止還不確定是有哪幾個國家 但是有傳有傳見有非常多國家都可能會去那因為賴清德總統表達是 非常這個認同這個這一次的蔡英文去訪問歐洲之旅 所以有派這個黃崇燕要隨行 那甚至在昨天的時候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目前為止有釋出非常多照片嘛 包括說像昨天的時候呢這個這個蔡英文總統呢就到 我們這個賴清德的這個官邸去做客 那除了我們可以看到照片裡面他們兩個在這個官邸裡面講話的這個照片之外 還有包括說像賴清德總統呢站在官邸的門口去 這個迎接這個蔡英文而來 那幫他這個說還幫他這個開門進去這個官邸這樣一些畫面 還有他們兩個互動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某些程度來說啊當然就是 但外界認為說啊他們兩個其實因為很多人這個 很多人次都說啊他們兩個之間有一些所謂心情好 那這樣心結或許是他用這樣一些政治動作來解開的一個狀況 另外就是說這一次當然還有交換非常多的 他們兩個之間對未來的看法 那當然這一次蔡英文總統要出訪說賴清德總統當然是會全力的支持 而且我們國人也都會站在他的這個後面 但是呢想必而來的話中國又會跳腳 所以你要知道事實上這一次的這個國慶日呢 原本看起來的話是大家最期待的將會的這個付出 反而是因為我們賴清德總統一個祖國論之後 哇現在又掀起了一個新的這個波桃 祖國論反而是變成這一次 這個國慶晚會上面最大的一個亮點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